第733集 人生无奈 楚阳答应的爽快 有两颗足够让剑林分析出药物和功效 只要有足够的药材 自己就可以批量制造 但是这紫云丹功效太过于拟甜 楚阳知道 虽然目前韩潇然也不知道损害为何 但却必定会有 天底下绝对没有不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够一步登天的事情 所以楚阳的紫云丹就算是弄出来 也只会培养死士 而不会给自己亲人服用 有九节剑在手 自己还要担心这些东西吗 这几件事情步步为营 韩潇然郑重的提醒 大师为起之前 万万不要走漏了风声 沙新亮和秦宝扇同时郑重大用 喝酒 韩潇然笑道 今夜要满足小兄弟的愿望 一醉方休 三个人同时笑起来 同时举杯 似乎刚才的沉重气氛 此刻已经荡然一空 但四个人都知道 有些事情是不能当作没有发生 有些话也绝不能说过之后 就如放屁一般的飘走 四个人推杯换盏 不多时已经是四五谈酒下动 借着酒劲 四人说话都有一些天马行空起来 越来越是热络 也越来越随便 话题也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危险 四个人人人都知道 大家谁都没有喝醉 但有时候 男人之间 或者需要商量一些重要事情 加深感情的时候 却需要这种酒场上的朦胧醉意 借着酒劲说话 正是无所顾忌 有心人自然听得懂 说错了 说过了 也不过就是哈哈一笑 这正是男人处事的学问 眼见的天上明月已经偏西 韩小冉才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甚至有些摇晃 小兄弟啊 时候不早了 今日之后 你的生活中便将是一片惊涛海浪了 还是急早休息吧 楚阳笑了笑 思绪转回楚家 心道 不知道楚家现在是一幅什么光景啊 韩小冉站起身拍拍楚阳肩膀 似乎带着几分醉意 但楚阳却知道 自己都没醉 以韩小冉这种高手的酒量 不要说这些酒 再多个几十坛 也根本不能让他产生醉意 但往往是洋装醉意中说出的话 才是一些真知灼见 韩小冉既然表现出这个样子 那就肯定是有一些重要的 清醒的时候不便说的事情 要跟自己说 所以楚阳立刻就竖直了耳朵 韩小冉醉意阑珊 哈哈大笑 随后压低声音 整个身体压在了楚阳的肩膀上 似乎醉得站不住了 沙欣亮与秦宝珊 会议的勾肩搭背 躲到一边去嘀咕 韩小冉凑在楚阳耳朵边上 嘀嘀的笑道 兄弟啊 这世上 很无奈 不管你是想要为善 还是作恶 都需要力量 需要人手 而这些都需要实力 势力 只要你有了名望 才能产生势力 有了势力 才能有实力 你有了实力 才会有人投靠 也就有了人手 所以 你才有了力量 你想要为善 你没有实力 那你不要说帮助别人 甚至老婆都不敢娶漂亮的 因为你保不住 娶个漂亮老婆啊 也只是等着戴绿帽子 你想要为恶吗 没有实力 只能被作为典型 你有了实力 就算在法尊面前杀了人 法尊也只会睁着眼闭着眼 就如叶无波 他饿不饿呀 嘿 可是今天 就算老哥哥我 也只能看着他走啊 罚他一万紫荆 也只不过九牛一毛 意思意思 大家要个脸面 叶无波平生作恶 庆竹难输 早就该死一百次 我不想杀他们 不想抓他们 但他身后有实力 叶家 这就是无奈呀 就算你憋得胸口疼 又能怎么样 所以说 小兄弟啊 你这一生 千万不要无奈 不要像老哥哥我这么无奈啊 九重天律法 最为神圣的东西 我掌握在手里 却不敢杀 有了顾忌的律法 这还叫什么律法 你若是也无奈了 那可就无奈了 所以这人生啊 为了自己不无奈 我们就要做一些 做一些能让自己不无奈的事情 这岂不也是一种无奈吗 他放开楚洋肩膀 长笑而去 一路大笑着 无奈啊 无奈啊 他的身子就在一路的无奈声音中 没入了浓浓的夜色之中 楚洋正正站立 咀嚼着这句话的意思 梁九才缓缓的转身往回走 临走时 他没有与杀心亮 秦宝善大招呼 就这么走了 韩小冉既然以这种方式跟他说 那么其中韩义可想而知 不要让杀心亮知道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楚洋问自己 因为杀心亮还没有这种魄力 楚洋回答自己 那他到底什么意思 只是说无奈吗 不对 他是告诉我 要先建立自己的实力 势力 但他刚才已经说了 他刚才说的是 建立大家的势力 不是我的势力 我的势力 什么是我的势力 我的势力 就是完全我自己能做主的势力 这种势力 与刚才说的不同 当然不同 因为这才是韩小冉安排的真正后路 一旦大家的势力失败了 必须要有一股完全自主的势力保留下来 如此看来 韩小冉对这次的行动虽然规划周全 可却依然没有把握 对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才提醒我一句 虽然现在是以他为主导 但不能凡事都依靠他 我需要有我自己的打算 一切是靠自己 这就是韩小冉 所要说的话的真正含义了 楚阳默默的一路向着楚家方向而去 回到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快要亮了 但楚家仍然是处在一片忙碌于悲气之中 楚阳被早已经等得望眼欲穿的母亲揪着 就是一顿盘问 应付完了父亲母亲 又被爷爷叫去盘问了一番 是你吗 楚老爷子愣愣的看着自己孙子 眼睛红红的 楚阳发现爷爷的头发就这么一夜之间 竟然白了一小半 有我一定关系 但不是我下的手 楚雄城一声长叹 尾顿在椅子里面挥了挥手 让楚阳回去休息 自己却似乎被抽取了全身的力气 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楚阳叹了口气 行了个礼 转身走去 他这些年做的事情 我都猜得出来 虽然没有证据 却也始终都在疑心 楚雄城在楚阳即将走出房门的时候 轻声说道 楚阳身形顿重 但我始终没有做什么 楚雄城喃喃着 因为他千错万错 都是您的亲身骨肉 我能理解 但是却不能认同您 更不会赞成您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 你还没有做过父亲 或许吧 楚阳沉默了一下 但我就算做了父亲 也不会容许其中的一个骨肉不孝 导致另一个争气听话的孩子 委屈被迫害 楚阳淡淡说道 儿子还是孝顺的好 但孝顺的儿子 却不代表 就能够让您默许的 让他无限的受委屈 楚雄城深深叹气 一碗水是端不平的 正因为这样 楚家才会一直处在这种 半死不活的状态 这么多年没有寸进 您身为家主 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父亲 您没有权利 让整个家族数千人 为了一个不孝的儿子配套 说完 楚阳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 楚雄城坐在棺木旁边 邮灯之下 虚发萧然 一动不动 梁九 眼泪无声滑落 长声叹气 可纵然错了 我还是个父亲啊 第二天清晨 正在忙着办丧事的楚家 却迎来了一位贵宾 九重天执法者 东南片区总执法 韩潇然 他以一种高调的行事方式 进入了楚家 当地执法堂八十位执法者护送 统领沙新亮开道 执法拍卖堂堂主秦宝善 沿途护送 执法血抽堂所有人员 随从在后 声势浩大 震动平沙岭的进入楚家 与楚家家主楚雄成定下盟约 而且当场交付了楚家 行走九重天 护送货物的权利 随后 几位执法者传出消息 制作命令 传达各地 更在第一时间 报给东南第一家族 萧家知晓 等于是韩潇然 向萧家表态 以后 楚家有我罩着 你们萧家 还请放手 请看在执法者的面子上 给我韩潇然这个面子 韩潇然的修为 在这东南 绝对算不上最高 就只是萧家 也有不少人的修为 要高过韩潇然 但韩潇然的身份 却是法尊直属 东南片区总执法 这个身份 便如同封疆大吏 谁敢不敬 人家背后 有整个东南执法者 和法尊称谣呢 所以 萧家纵然心里 再怎么不痛快 也只能是捏着鼻子 暂且认懒 同时 韩潇然传出消息 令廖家 报家两大家族的主事者 与长老会 还有萧家本地的 暂时主事者 全部赶到楚家 当场宣布了 平沙岭 楚家的领导地位 更是以雷霆手段 当场灭杀了廖家 报家 其被胆敢有意义的长老 用鲜血表明决心 将廖家报家 纳入楚家版图 霍鹿若是出了问题 唯你们两家试问 韩潇然这句话 彻底毒死了 廖家报家的歪心思 执法者的狠辣 韩潇然的无情 萧家的沉默 让廖家和报家 如坠并哭 韩潇然虎聚龙盘 森冷的端坐高台 一身的杀鸡凛然 旁边 执法堂 拍卖堂 执法血仇堂 所有执法者 一个个眼露凶光 很显然 只要这两家 敢说一个步子 立刻就是 抄家密门之祸 在点头便是活命 摇头就是死的威胁下 廖家报家 两位家主含着热泪 只好牵下了 这个莫名其妙的卖身器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祸呀 而且完全摸不着头脑 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自古以来 世家吞并多了去了 但是由执法者出面 帮助吞并的事情 这还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真不知道 楚家乃是走了什么大运 居然会遇上这种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第七百三十三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江峰